是否对于原木厚重沉稳的氛围情有独钟呢? 居家有了原木的点缀是否感到格外温馨? 今天就来和各位聊聊家中不可或缺的配角之一 原木桌板 原木价格 一般来说原木价格是随着原木块越大价格越高昂 但是越大块的原木干燥不容易 所以也有意说,怕使用原木会不稳定 实际上原木只要干燥回潮时间够标准 原木也是可以很稳定的 原木木头的稳定性 为了增加原木稳定性,故有拼接板 也就是小块石木组成的大块石木 因为小块木头干燥回潮较容易 组合起来的方式也较稳定 但是整体看来就比较凌乱 少了石木线条沉稳的美 不妨考虑原木调柄 原木调柄,整块板料采用一条条长条木头拼成 相比拼接板,少了明显的接痕 而在制作调柄板时 会严选木头的纹路与颜色 让拼接起来的感觉更加自然 此种做法兼具美观性及稳定性 最重要的是,价格也很实惠 同时直条皆恒让整体风格呈现了另一种现代感 更别具一般风味 原木板材规格与材质 原木调柄柄板材采用客制化规格 即订单生产 如此一来,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耗 而调柄宽度小则3公分 大则为10至15公分 厚度为2.2公分到6公分 根据您需要的规格 依现有的原木材料进行并合 至于材料数种 调柄材质 缅甸幼木 全木 拼接材质 缅甸幼木 全木 白橡木等 开明教室 语 MD 应该 可 З 请 ク